前锋 普拉散 这是机会 这是机会 乐队门将 球尽了 球尽了 64分钟 3731天 吴磊进球了 有差 大队传的 但来自于吴磊一个非常聪明的跑位 我们看一下 横向跑 对方的左边 有一个队员 他的22号坐在后面 没有阅位 吴磊的手可能是看到了阅位位置 但那不是有效位置 面对门将 面对马西普 冷静的将球推到了进攻方向的左边 这个进球太不容易 太不容易 是的 肖宇很激动 今天这场比赛 肖宇做足了功课 其实怎么说呢 这一刻确实让人非常非常的激动 不仅是一个漫长的等待 我看他真是够全的 万一被切掉的话 对手是非常好的反击机会 比达科 大道刚才转身这一下 没有看到进去前的情况 哎 敲一下身 哦 大马 漂亮 球进来 我们先看一看 吴磊 比赛32分钟 回撤 精英队友坐墙 反敲 跑身后 打了一脚零空 现在只要VR不捣乱 我们觉得这个球肯定是没问题了 我刚刚这个主裁犯的手势就转向了中圈了 我等待这么久 等到了乌磊的新加第二个进球 所以当出现一轮轮休的时候 对于乌磊 你看整个身心上来讲都是一种释放和放途 再来看一下乌磊整个的表现 他这个反跑 这是非常精彩的一次反跑的演绎 罗卡对 罗卡挑向禁区 正好从马略身后 把球打进 真漂亮 终于抓住了机会 这叫凌空打的呀 让人家鲁文布兰科真是一点办法都没有 可以啊 融入球队 在球迷面前展示西班牙人队的 是啊 战在苏维尔之亚的这个队上 乌磊 看看乌磊这一次单棋闯关来了 打门 球军了 乌磊进球了 赛季第三球 终于可以拖一庆祝 这场比赛的进球 乌磊绝对可以宣告是这个球场的王者 帮助球队巩固了领先的优势 拖一庆祝 怎么了 对 即便收获自己的吸打第一张狂牌 也直了 疯了疯了 绝对疯了 这球进的价值连城 是啊 这一次身边同样是有艾勒斯顿多在追 努力也跟了出来 但他这一次的处理相当的冷静和轻巧 刚刚展示的是俱乐部 就是专卖店为乌磊专门准备的专属围巾 你能感受到这种自豪吗 感受到这种荣耀 这时候再看乌磊锁骨的那个伤情 就感觉这样的进球更来之不易 就是后场直接起球 再来看一下 过渡之后 吴磊从他最习惯的位置发起冲击 跟第一个进球非常相似 左脚一停 然后在面对努力的同时 当然身怀的顺度也不敢对他做什么动作 这个时候选择这么个推射 这种自豪感 勇然而生 在西班牙的赛场上顶级的联赛 而且实在跨进到乌联杯的比赛 那一刹那 乌磊的进球 全场包括很多的华人华裔 甚至来自于